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手牌 比尔克林三五黑桃 在装位加注到了一千两百刀 Francisco大盲位的K圈 仅仅选择了平空 而翻牌呢 十勾A4啊 发得好 老Francisco拿到天顺 但是他并没有下注 那么比尔克林呢也没有打 转牌一张黑桃7 比尔克林拿到铜花听牌 下注一千 Francisco并没有下注 去保护自己的顺子啊 他没想过自己会输 最终合牌一张黑桃钩 哎呀 这个时候打呀 一个秒扩 反正也行吧 底持最终也只有一万出头 这手牌如果Francisco打得激进一点啊 或许会让老Bill啊 拿到更多的价值 接着来看这一手牌 崔老板A2草花 装卫加注之后 被尼克拿K9方块推了回来 三千刀的翻前三半 翻牌四五六 两张方块 连张牌 尼克尔波拿到铜花听牌 先手check 翻后怎么突然不打了呢 转牌一张方块十 尼克拿到了铜花 继续过牌 这牌面 崔老板啊 只有一手卡顺听牌 想开一箱也很难 而最终合牌一张方块8 这直接给尼克尔波的价值啊 都发霉了 哎呀不一定啊 六千三的坡 尼克尔波合牌 终于是做了一千刀的下注 而崔老板呢 反手 加注到了四千两百刀 尼克打得小 崔老板觉得啊 可能手里的方块也小啊 继续往下看 崔老板拿到了一对yes 枪口加一位 加注到了一千 牙医七八不同色跟注 还有富豪比尔克林的一手五十红桃 翻牌K勾三 两张红桃 这一期 怎么铜花牌这么多 老崔后卫 下注两千两百刀 有K的可能会跟注 有两张红桃的呢 应该也会扩 而比尔克林呢 直接是反加到了六千 活脱脱给自己的手牌啊 打成了K勾两对啊 考虑到铜花听牌的可能 老崔还是跟了下来 转牌一张圈 这比尔克林的牌力啊 继续提升啊 现在变成了一手花顺双抽 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比尔转牌并没有再下注 那么老崔应该也是要过牌的 毕竟他已经吃到了一个反加呀 合牌 好 假裹 红桃来了 球也来了 单时成顺的牌面 三张红桃 比尔克林开出一枪啊 正常的价值下注 直接打了一万两千刀 就是要哄骗崔老板来抓 而他打的呢 其实也像极了两张红桃啊 就是想让对手啊 来误判自己到底是不是一手铜花牌 而崔老板这边没有做太多的考虑 他还是相信了比尔克林 还得是老比尔啊 亮出了自己的铜花 非常的友好 当然 这个动作也有助于提升牌桌形象 来看这一手牌 牌呢 牌呢 崔老板装卫盖牌 呃 怎么一个人的牌也看不到啊 大王位 尼克58不同色 选择了 立不住持 Rampage一样啊 翻牌 578 尼克拿到58两对 Rampage这边一手卡顺听牌 翻后下注400 转牌一张方块4 现在牌面是一个单六成顺的牌面啊 尼克两对期许过 Rampage打出第二枪 但是这一枪他直接干了一个满池 尼克这边反正就是一个动作 我不打 反正你怎么打我就怎么跟 合牌 Rampage打了6000 这很有意思啊 6000一个心灵暗示啊 暗示着对手我有6 那么尼克尔伯根本就不信 或许他觉得谁拿着一张6 会连开三枪啊 怎么着也得有一条街过牌吧 想去偷尼克尔伯啊 确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接着来看牌 Rampage一对钩 加注到了1200 装卫的Dentist 牙医大哥呀 67红桃 300到了5500 这个翻牌300确实有点大 这是拿自己的六七红桃啊 当一手AK来打 而翻牌呢 有两张ace 12000刀的坡啊 牙医在后卫只打了1000 可以的啊 演一张ace是吧 其实我倒是觉得牙医这一枪啊 打的有点轻了 想不拉夫吗 那就得有个不拉夫的样子 转牌一张草花石 Rampage过牌 牙医的 嗯 第二枪不开 最终合牌 还是一张十啊 这样的话 单张ace可以做成糊 哎呀 其实我觉得这手牌 牙医要是想偷啊 翻牌面1000 转牌面打个两三千啊 合牌打个5000左右 肯定是OK的 翻牌面打这么小 转牌又不打 你想让对手相信 你有一张ace 是不是有点难啊 好家伙 合牌打到挺大 14000的坡 直接打了10000 你这是拿着一张ace 然后指望对手合牌 歪中一个十的葫芦吗 我觉得Rampage应该不会信啊 跟住 好抓 这手牌 Dave的运营啊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的问题 打的确实太像一手bluff了 也挺像一张K的 接着往下看 老麦克46红桃 加注到1200 RampageA圈跟住 而Nikkerbo用一手40不同色 在3B位啊 加注到了7200刀 哦呦 这个下注够大呀 RampageCore了下来 看看Nik 怎么把自己的一手40打成AAKK 翻牌289两张方块 超队40继续下注 第11万6 打了 6000 差不多比1分之1啊 稍微多一点 Rampage既然翻前跟得动 翻后不可能直接退缩 那么 再扩一条街 而转牌呢 一张圈掉出来 啊 Nik这边已经开始问Rampage后手的马量了 我觉得没必要 对于一个超队来讲啊 稳扎稳打就行 干嘛要问对手的马量呢 因为很明显啊 对手的筹码啊 也很深啊 2万8的坡 Nik Airball直接打出 4万刀 直接推个超尺 什么排行推超尺啊 两张方块 或者是一手石钩 可是你要真是一手石钩啊 你在转牌卡到了顺子 你会着急去做一个超尺的下注 打掉对手吗 这么打只能让Rampage认为啊 Nik Airball是一手两张方块的牌啊 我估计Nik想再去装AAKK Rampage应该也不会信了 于是呢 他直接跟了下来 合牌没有方块 是一张红桃九 这张牌对于Nik Airball啊 非常的不利 很明显这张九 对于Nik Airball来想啊 没有任何的帮助 而Nik如果合牌 想打掉对手 那这一枪得打多少啊 至少 得打个10万以上啊 哎呀 我总感觉Nik Airball这手牌啊 欠考虑 10万的坡 合牌打5万 其实Nik很清楚这一点啊 他只是想把合牌的这一枪啊 打得更像是一个价值下注 但是这样的话 转牌推超持 合牌推半持 哎 你别说啊 演的是挺好 但是对手跟起来 反而也更轻松啊 Rampage丢出筹码 Nik Airball喊出 You win 不得不说啊 转牌那个超持的下注啊 是败比 即便手里拿着AA 我还是觉得转牌 最多不能打超过一个满持 再来看这手牌 比奥克林一对6 Race到1200 尼卡尔布装位89不同色 300到了4000 啊 这是想像上一手牌一样啊 再来一回吗 翻牌两张 10一张3 翻后 Nik正常下注 8000的坡下注3000 这是因为刚刚投完机吗 比奥克林完全不信 尼卡尔布有牌啊 转牌一张钩 这对于尼克来讲啊 也算是一张好牌了 给了他一个后门的双头顺听牌 于是呢 直接打出1万 比奥还是不信 你有10 你有10 你会打得这么着急吗 合牌一张翻块4 尼卡尔布的9嗨 要怎么做呢 摊不了牌 就只能把故事讲完啊 继续再打出一枪 把一张10装到底 三万四的坡 打两万 比奥克林真有你的呀 没错 你猜对了 尼卡尔布还是带头 没辙 别人就是不相信你有10 说什么都没用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